就是有一个,这是一个同修说的啊,他就梦到台长骑着自行车带着墨学,台长说孩子师父告诉你几句心里话,你们各个拜师的孩子跪在菩萨面前,谁是用真心学佛的,谁是糊弄菩萨作秀的,我心里清清楚楚,但是你们现在到观音堂来了,我就没有分别心带你们回,我就没有分别心带你们回家, 你们以前不懂事犯了错,我可以原谅你们,但是你们现在如果犯了错,就要懂得忏悔,当时梦中师父骑车骑得很快,师父又接着说,你要知道你们拜师之后,回到各自的共修组之后,所做的一切事情天上地下都有帮你们记着,我看到个别的徒弟拜师之后,完全变了一个人,拜师以前对师父毕恭毕敬, 学佛非常虔诚,拜师以后就变了,在群里做老大,白老魁,我看了很心痛,你们拿着弟子手则开玩笑吗? 师父希望你们能够通情达理,听得懂吗?师父希望你们都通情达理,听得懂吗? 谁如果在共修组里做不如理如法的事情,就等于在观音堂做坏事,你们记住,谁要是敢在共修组里面破坏道场晚定,拉帮结派,搞小圈子,就等着吃苦头吧? 佛友之间绝不允许搞个人崇拜,私自感应,算命看风水,鸡子敛财,明年开始会越来越紧,如果是弟子还在做坏事,不仅仅是天上地下记录,莲花也打弯了那么简单,明明知道错了事情,不知道忏悔,弟子正自动消失。 请师父开始一下 这个人很厉害,这个人过去做梦做到过台长吗? 好几次了,就是开始 这个人蛮厉害 你要听任何一个人讲出来,他说台长说的,你要听他的语气,像不像台长说的 台长平时的性格,你看我在多少多少年,多少多少几代之前 你们可以查到,比方说人家说台长是谁是谁是谁,你可以从他过去的性格行为当中,可以看到我今天的性格行为 为什么?再怎么样转世,再怎么样投胎,性格不会变的 所以过去中国有句话说,江山易改,本性难易,就是这个 本性难易啊 你看季后活佛,他现在到了人家来,他来帮助人家,他还是那个笑哈哈的样子 是的,是的 他就那个样子 你比方说观世音菩萨来,他永远是这个慈悲的样子 所以每一个人的性格,下来度人的菩萨,你要是叫弥勒佛到人家来度人,他下来看见你们就笑 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性格不会变 从刚才这个话当中,其实你们也应该听得出来,像不像师父说的 像师父说的 好了,所以今天就分享一下,很重要,因为师父这个人呢,其实也是性情中人,就是师父这个人,我因为有什么话,我不会憋在肚子里,我要讲出来了 我也不讲的话,我就觉得对不起别人,但是我讲出来之后呢,我承认你对不起我,我也不对不起你 啊,就像父母亲一样,很多父母亲为什么让孩子坏了最后,爸爸妈妈还忏悔啊 说哎呀,我们不管他呀,我们想想管不了了,没办法了,我们少讲两句吧 否则啊,他跟我们越来越作恶,这种就叫自私的父母 啊,你要做我的例子,我哪怕骂你,我哪怕讲你的缺点,你就算今天不理我了,你永远不踩我了,我也要讲 我要讲你的毛病,把你讲了好,讲不好,那我对得起你 对不对,你要是做错事情是你对不起我,不是我对不起你 如果我今天不讲,让你伤害到自己了,你说你以后会怪师父,师父没有跟我讲,师父没有教育我,教育我好 就像很多孩子现在考试考得不好,找不到好工作,说老师,我们的老师骂一辈子 我们的老师从来不好好管我们的,这种不负责任的老师,永远被人家唾弃的 对不对 对对对 孩子不懂事情,你父母亲不能不管啊,对不对 对对对,我师父,我觉得您就是那种,就是我和同学们就说,就是你就是师父对我们特别严厉 但是严厉之后还是要比他,真的是师父,您就真的是复杂,这个是 因为是自己的孩子,严厉的目的是什么,严厉的目的就是让你们好 我不是真正的要不要把你们怎么样,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好了吗,我当然就,就就没有关系了,你不好的话,那我当然就,也就没意思了,没办法了,没办法救了 嗯,好的好的 咱师父开始